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甜 有很多人他们有投资虚拟货币 也有存放虚拟货币在交易所 但是总有一天会面临要提款 要拿去消费等等 因为有些人并不想要提款出来 他们有其他的打算 所以就会选择去消费掉 今天这一集 没有错 就是要跟大家介绍 用虚拟货币 就可以消费的千账金融卡 那所有的相关连结 相关资讯都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千万不要点击陌生人的连结 以防被诈骗 那关于注册流程 还有消费的流程 都会在这集影片 一一为大家简单的展示 所以如果你的虚拟货币 有这方面需求的人 都可以直接看完这个影片 照着步骤走 就可以简单完成了 那这个项目 它叫做Hyper 那最近他们准备进攻金融卡的市场 还有信用卡的市场 所以目前所有的服务都积极的正在跟银行洽谈 那关于Hyper 它其实是一个钱包 那如果有兴趣的都可以到非小号上面看 那目前在非小号的排名为第三名 那只要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的连结 就可以来到这个官方网页 然后就点击这边的注册 使用我的邀请连结 都可以在额外获得优惠券 当你在办卡的时候 也可以得到一些减免 那在留言区的字顶 也会有优惠代码 如果有需要的人 记得一定要使用优惠代码 这样子才会更便宜 然后如果要办理账号的话 必须要输入正确的手机号码 千万不要去使用假的手机号码 这样子在办理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这部分 大家再留意一下 那Hypercar 他们有提供银联、Visa 在消费上都算是蛮通用的 也是蛮便利的 如果你今天有实名认证的话 你的等级就会直接变成VIP1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人 都可以直接实名认证 然后直接升级VIP1 这样子你的开卡返利 还有充值手续费 以及存在里面的钱的利息 都可以得到一些回馈 邀请好友来办卡的话 也可以得到一些回馈 在Hypercar里面 有不同的卡别 还有卡类 可以提供大家做选择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们 都可以上来看一看 那每一个卡 它的充值费率 还有年费 都不一样 有些是实体的 有些卡片是虚拟卡片 这部分 都依照大家的需求 去选择就可以了 有些人不想要KYC 他们想要办虚拟卡 在这边 也有免KYC 就可以办卡的服务 今天会为大家展示的 就是开卡费比较便宜的 然后再使用优惠码 会变得更便宜 以前他们刚宣传的时候 是免费的 那现在就必须要支付一些费用 未来 他们会不会提高费率 我们不知道 所以 如果价位上是合理的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那他们也有类似信用卡的功能 就是先消费 后面再付款的功能 就跟信用卡 基本上没有两样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们 在自己上来看详细的规则 那在这边 只要将加密货币 处置到他们的钱包里面 你们就可以直接进行消费 那有些人 他们会需要虚拟货币的 去中心化的特性 所以这部分 大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去决定要不要办理这张卡片 那他们的消费场地 也非常多样化 基本上在酒店 餐馆 购物广场 或者是便利商店 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使用 Hypercard 那这张表 给大家参考一下 基本上 应用范围都跟一般的金融卡 还有信用卡 没有什么区别 一样都可以使用Apple Pay 一样都可以正常地去刷卡 如果今天需要使用淘宝 或者是支付宝的小伙伴们 在卡别的部分 一定要选择493 如果今天没有这两个需求的小伙伴们 选择什么卡片 基本上都是没有差别的 最后 在展示申请流程之前 给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卡别 每一个卡类 他们所提供的服务 大家都可以暂停观看 首先 手机必须在Apple商店 去下载HyperPay 那这个HyperPay 已经通过苹果认证了 大家都可以安心下载 接下来完成他们的钱包办理 加上你刚刚所注册的账号 就可以完成登录了 然后完成实名认证之后 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平台代币 200颗 大概落在0.8人民币 然后办理卡片非常简单 就是点击信用卡 点击信用卡之后 点击立即开卡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每一张卡片的不同 还有每一张卡片所需要的开卡费用 以及年费 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那在每一张卡片上面都可以看到 PH485或者是493 这些编号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在刚刚所说过的 如果需要淘宝跟支付宝的功能 就必须选择相对应的编号 那有一张卡片 它比较特别 它是信用卡 那今天我要办理的是493的编号 就是美元虚拟卡 那因为它比较通用 它在淘宝 支付宝都可以去使用 所以它的功能就会多一些 那就点击立即申请 在这边有一点重要的提示 就是必须所有的内容 都必须要使用英文填写 然后照着步骤走 就可以完成了 那因为这部分 开始涉及到各自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直接挑到完成的部分 好的 这样子就成功完成了 然后必须要等待48个小时之内 才会有审核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等完成 然后就为大家展示一下付费的流程 好的 各位已经办理成功了 然后他们的速度非常快 5个小时以内就帮我办理完成了 一样在首页按信用卡 按立即开卡 就可以看到你卡片的资讯了 然后完整讯息的部分涉及到各自 所以我就不点开 那里面有所有的卡号 还有安全码 都可以让你们未来做消费所使用 接下来就是充值的教学 必须点击右下方的账户 然后点击充值 再点击区块链收款地址 然后选择USDT 接着在这边可以选择TRC ERC 还有BSC链 以及等等其他的链 那如果要充值 一定要确认好自己的链 这样子才会成功到账 如果会做链了 会非常麻烦 这边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当你充值到他们的钱包之后 就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账户 然后再选择Hypercard 然后点击充值 这时候就可以选择卡片 然后再输入好你要充值的金额 这样子就正式完成你的虚拟卡充值了 接下来我就来实际演练 怎么去绑定他们的账户 那一样在每个城市里面都会有添加卡片 那我已经添加完成了 那所有的资讯其实都在信用卡里面 那信用卡点击下去之后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完整讯息了 最后我这边有两个优惠代码 如果使用的人都可以拿到20块美金的折价券 还有35块美金的折扣券 这样子在你们办卡或者是消费的时候 一定会帮助你们省很多钱的 这部分的资讯给有兴趣办卡的人 有需要都可以使用 在影片下方资讯栏我也会贴 如果这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记得不吝啬按个赞加六个言 感谢你们感恩的心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